大家好 本期视频我们想预测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第20周 即从5月16日到5月20日的走势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第19周走势的基本信息 它的周开盘价是836.45 周收盘价是769.59 那周中它的最高价是到达了845.63 最低是到达了680 那当周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辅值是达到了165个点 我们会看到它的周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 量 当周的成交量是1.540亿股 是前一周的1.2倍量增 KD值开口不变 双线继续下行 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保持现有的下行走势 MACD我们会看到开口增大 双线继续下行 那并且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周更长的红柱 那这说明股价维持现有的空头趋势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K线信息 在第19周生成的这个K线叫做准锤子线 那锤子线的特征是下影线很长 至少是实体的两倍以上 那小的实体呢 在K线的上方 上影线很短 那这样的K线的线形啊 如果出现在低档 我们把它称作叫做锤子线 那如果是出现在高档 那我们把它称作叫做吊人线 那我们会看到 为什么我们称作是准锤子线呢 它的下影线的长度啊 没有超过实体的两倍以上 好 那锤子线啊 通常是止跌K线 也是一个变盘的信号K线 那也就是说 在后续股价如果是高开高走啊 是很容易向上的 那么对于19周的这个锤子线 我们会看到 后续如果能够站上它的最高 也就是845这个位置 对 那么股价呢 很容易会继续反弹 甚至是上涨 好 那这是K线信息 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股价的走势 我们调出辅助线 那我们会看到在第19周生成的这个K线啊 它跌破了我们在前一周的周预测视频当中 提到的这个 也就是第17周的最低 也就是823这个位 821这个位置 也就是19周的周K线跌破了821这个支撑位 然后我们会看到在周中 它也跌破了756和前面的这个700 前低700 对 但是呢收盘收在了 我们会看到是这个756这个支撑的上方 嗯 那生成了这样的一个锤子线 我们刚才从K线信息啊 也得到就是锤子线 它是一个止跌的变盘K线 因此呢 在第20周股价高开高走 会有进一步的反弹 我们来调整一下现有的辅助线 那我们去除这个已经被跌破的这个水平线 821 然后呢 我们再把756这个线也去除 好 那我们保留 我们会看到这个 4号趋势线 我们先保留这个趋势线 嗯 好 那这4号趋势线呢 我们会看到是第11周的最低和第17周的最低 哎 连乘起来的趋势线 那也就是我们也会看到在第19周啊 它也跌破了这个上行的趋势 那我们保留它就是作为一个观察 就是后续能不能再次站上它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股价的上行 如果在第20周股价上行 那我们会看到 它一定是要站上前高 也就是845 第19周的最高 和我们会看到 要重新回到这个4号趋势线 上行趋势线的上方 也就是858 嗯 那重新回到这个位置之上呢 然后再向上 我们会看到它的压力 一定是这个新生成 当周新生成的五均值 那这五均值 我们测算是在870 到879之间 嗯 然后我们会看到 如果股价继续上行 会看到在 963 对 那963 我们会看到 是这个 3号的下行趋势线 也就是如果股价继续上行呢 看看是不是能够突破 这个下行的趋势 当然再向上 我们会看到 还有一条水平线 就是108 也就是后续 在第20周股价上行啊 首先要回到 4号趋势线的上方 然后要突破 这个下行的 3号趋势线 对 如果再向上 能够突破 108 那也就是能够收复 自第17周以来的下跌 对 那我们会看到 在上行的过程当中 这些趋势线和当周的焦点 包括5均值 20均值和10均值 都是它的压力 嗯 好 这是上行 我们再来看看下行 那对于20周当周 股价如果是下行的话 那我们会看到下方 这个2号趋势线和当周的焦点 我们会看到是在743这个位置 嗯 如果股价跌破了这个位置之后呢 它可能会再次测试680 然后甚至是 创造新低 嗯 这是下行的可能 那对于横盘运行 我们会看到 也就是说股价下方 是有2号的上行趋势线作为支撑 上方呢 是有下行的3号趋势线 呃 成为一个后续股价的一个 呃 压力 也就是在这个三角区啊 有可能是在后续几周的 如果出现盘整 是在这个区域 对 那么我们总结来说一下 对于周K线股价的走势呢 后续如果想要上行 就要突破这个3号趋势线 嗯 那如果出现下行呢 就是要跌破这个2号趋势线 好 那以上是我们对这个股价 后续走势的一个分析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在第20周当周开盘之后的 压力位和支撑位 首先我们来看压力位 嗯 压力位当周开盘之后 首先应该是 到来的是新生成的60均值 呃 应该是在828附近 嗯 然后再向上 我们会看到是845 也就是19周 这个周K线的最高 这是第二个压力位 再向上的压力 我们会看到是这个4号趋势线 和我们当周K线的焦点 是在860附近 嗯 好 再向上是当周新生成的五均值 我们测算是在870到879之间 在这个区域 然后上方是20均值和当周的焦点 20均值 嗯 我们测算是在915到917之间 是在这个区域 好 这是上方的压力位 嗯 当然我们会看到再上方 我们再给出一个压力 就是上方的这个 3号趋势线和当周的K线的焦点 是在963 当然再向上是这个水平线 是108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方的支撑 那下方 首先到来的支撑 我们会看到是这个2号趋势线 和当周的K线的焦点 是在743 嗯 然后接下来的支撑是680 再向下的支撑 我们会看到是120均值 是在614附近 好 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啊 我们给出第20周股价的预测 我们预测两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呢 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 那如果是反弹呢 股价应该是高开盘 然后最高会到达915 对在这个位置 嗯 然后收盘会收在885附近 那周中最低可能还会回踩到780这个位置 对 好 这是反弹 那第二个可能呢 我们认为是一个比较弱势的反弹 或者可以说是横盘向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它也应该是一个高开盘 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870这个位置 嗯 然后收盘会收在840附近 嗯 盘中也就周中最低会回踩到770 嗯 好 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第20周走势的预测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哇 好